各位朋友好 今天來跟大家談點高興的事 今天有個大好消息 這就是美中貿易戰終於爆發了 終於正式開始了 今天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訂了一個 反對中國經濟侵略的備忘錄 要對中國大概是600億美元的商品 徵收非常高的關稅 那有些五毛朋友一聽見這個 那就開始氣憤了 說你黎平一定是個賣國賊 美中貿易大戰損害中國的經濟利益 為什麼這是個大好事呢 今天我就跟五毛朋友 上一課給你們反省一下老 在別人看來是常識的 這樣的一些道理 今天要讓你們明白一下 美中貿易利差它的本質 它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 它把中國老百姓的勞動力 和把中國的資源建賣 它通過壓低中國產品的價錢 佔領美國的市場賺取外匯 那麼這種經濟關係當中 中國人是一點便宜都沒有佔到 為什麼呢 你老百姓商品價格低了 那麼工人的工資就低了 你當然生活過不好啊 所以我們過去兩三億農民工在城市裡面打工 不分日夜的在那加班加點 最後得到什麼呢 一無所有 現在李克強就要動員他們 趕緊回鄉創業 撿垃圾都可以當個億萬富豪 這不就是典型的忽悠人嗎 這一條路啊 是對中國人 對中國的勞動者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是不是美國人佔的便宜呢 他們買到便宜商品呢 實際上也沒有 美國人呢 他們最注重的是這個 每一個國民他的收入 每個國民要有收入的話 那麼他就一定要有工作 如果是工作啊 大量的被外國的廉價勞動力 所搶奪去了 那麼這個國民的收入也就少了 政府的收入也就少了 那麼你雖然買到了一點點便宜商品 但是呢 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被毀壞了 那麼一年兩年可以 大家要知道 這個可是過去啊 長達二十多年的 這樣的一種經濟關係 所以到現在 美國人也受不了了 現在一定要停了 那麼這種畸形的 這種貿易關係當中啊 那誰得了好處呢 中國人民也沒得好處 美國人民 美國政府也沒得好處 誰得了好處呢 只有一批人得了好處 那就是中國的權貴集團 他們通過啊 賤賣中國的勞動力 賤賣中國的自然資源 賺取了大筆的外匯 而這些外匯呢 他們都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所以說在中國啊 這個權貴階層 那第一的 鄉長縣長 他們各個啊 都可以搞個幾千萬上億的資產 那更高一級別的啊 省委的 部級的 中央的 各個都是富可敵國 僅僅是少數的這些人 他們得了好處 他們拿了好處之後啊 就想把這個 畸形的關係啊 繼續維持下去 但是呢 世界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這個關係 既然是畸形的 既然是不公平的貿易關係 它就一定不會長久 現在啊 這種關係就走到頭了 現在中美貿易戰啊 終於要爆發了 所以說 所以我說啊 這是一件大好事 現在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來想一想啊 他還真是挺難辦的 你說他服個軟吧 那服了軟了以後啊 那你就得接受美國的這個條件啊 你就得消除貿易利差啊 那這個貿易利差一消除 那你每年就賺不到這麼多的外匯了 現在中國的這個外匯存底啊 已經非常緊張了 現在已經這個老百姓啊 想換外匯啊 已經非常非常非常困難了 如果是再把這個貿易利差 美中之間的貿易利差一消除 那麼這個國家 他的這個外匯存底就沒有辦法維持了 那一步一步的降 最後是什麼結果呢 最後就要導致啊 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大規模的外資逃離 所以這個後果啊 它也是承受不了的 這個對外出口啊 是占到中國經濟的增長的 30% 如果是外出口啊 全面崩潰的話 那麼它就要靠增加投資 基建投資 但是基建投資現在已經過剩了 沒有辦法再增加了 已經碰到天花板了 再上不去了 那還有一個辦法呢 就是振興內需 也就是說 讓老百姓有錢呢 買東西 但是你想一想 在現在的這種政治制度下 在現在的這種分配制度下 它怎麼可能有公平的分配呢 錢一定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面啊 少數人也不會主動的把錢拿出來 殺給老百姓呢 那同時呢 這個國家 它又沒有錢呢 來建立一個全社會的保障系統 那即使是老百姓手上有一點錢 因為沒有這個社會保障系統啊 它也不敢用 提升內需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但是到現在啊 連個影子都見不到 而且呢 這個內需也是越來越疲弱 那麼對外貿易內需和基建投資 這三架馬車啊 一騎都停擺了 你說這個經濟還怎麼搞得下去呢 這個經濟崩潰啊 就迫在眉睫了 那你說習近平硬扛行不行呢 那當然也不行 現在的這個貿易戰呢 還是剛剛開始呢 下面呢還要更嚴重 川普的他的目的啊 他是要平衡所有的貿易啊 讓一點點貿易力差他都不能接受 美國人過去選的那些總統啊 無論是共和黨的還是民主黨的 那都是職業的政客 對經濟不算是在行 現在呢選了一個啊 精明強悍的一個商人來當總統 在貿易談判上面呢 是一點虧都不願意吃 一點虧都不會吃 那在這種情況下呀 中共算是遇到了對頭了 中共在經濟上啊 是一點便宜都占不到 過去打順風車的那種好日子啊 那是一去不復返了 那現在呢 僅僅是美中之間的貿易大戰 當其他的國家啊 美國的那些盟友 歐洲啊 澳洲啊 日本韓國啊 還有其他的南美洲這些國家 當他們看到了這個美國 從貿易戰當中啊 取得了一些甜頭 取得了勝利之後啊 那麼 美中之間的這種決鬥啊 那就會變質 那一些國家就會紛紛的加入 美中之間的決鬥啊 就會變成了一場群毆 對中共的一場群毆 這個前景呢 對習近平來說也是相當的慘淡 不僅僅在經濟上面呢 中共完全沒有前途 在軍事政治上面呢 也是遭到了全面的圍剿圍獵 你看前一段時間 美國剛剛公佈了一個台灣旅行法 那中共過去一向標榜的啊 這個台灣是我的禁卵 你們不能夠軟指 現在啊被美國人打破了 我就要動一動你的禁卵 你能怎麼樣呢 那前一段時間呢 那美國的這個航母 卡爾文森號 訪問越南 跟過去的這個宿敵啊 都已經恢復了關係 相裝武艦意在佩功 去年呢 美國派了三個航空武艦編隊群 在七太平洋遊役 就屯兵在中國的大門口 讓中共啊通過對外侵略 或者是對外挑釁這種方法 轉移矛盾呢 也成為泡影 那在這種情況下 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 遭到全面的圍獵 在這種情況下呀 你說習近平 現在是不是該憂心如焚呢 總體上來講啊 這個國際大氣候 是非常非常的不利於中共 那不利於中共呢 一定就有利於中國 有利於中國人民 有利於中國的這個民主轉型 有利於全民共振 那我們現在再來講一講 國內的小氣候 過去這幾年呢 習近平只惦記著搞反腐 實際上是選擇性的反腐 沒有抓經濟 所以經濟是每況愈下 經濟一直不景氣 那經濟不景氣 老百姓收入下降 那麼社會矛盾呢 也就會加劇 所以這個群體性事件呢 是此起彼伏 每年那個群體性事件的這個數目 和參與的人數都在增長 所以民間力量 對這個體制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在習近平的 頭一個任期的五年呢 他主要是搞選擇性的反腐 打擊的對象 主要是平民出身的官員 那把那批官員呢 就全部得罪了 在他第二個任期 他是開始大搞獨裁 要搞終身制 他這麼一搞呢 就把整個紅二代 權貴家族也給得罪了 讓他們坐立不安 為什麼呢 中共過去是幾個人 一起來治理這個國家 大家相互之間 維持著一種平衡關係 現在習近平要打破這種平衡 他要當獨裁者 要當皇帝 獨裁者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過去有一句古話叫做 臥榻之策 豈容他人憨碎 皇帝就是要在那個高處 不勝寒的地方 皇帝他一定不會允許 身邊的大臣有很大的權力 身邊的大臣有權力 那就是對皇位的一個威脅 那過去那些大家族 紅色紅二代的大家族 他們過去都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還掌握著巨大的經濟利益 每一個家族都是幾千億上萬億的資產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習近平成為大權獨攬的皇帝 你想一想那些大家族 那是不是寢失難安呢? 那是不是如坐針端呢? 因為習近平一旦大權在握 隨時都可以向他們動手 隨時都可以取他們的人頭 隨時都可以搶奪他們的財產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大家族就不會坐以待避 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同時呢 習近平還搞了一個叫做 掃黑除惡的這麼一場運動 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共官僚的中下層 所以一大批的中下層的官僚 現在也是寢失難安 度日如年了 那現在整個體制內的 從最上層的紅二代權貴家族 一直到最底層的村長、鄉長、村委書記 這批人所有的人都會對習近平不滿 那習近平實際上就成了一個 整個體制內外的一個矛盾的焦點 他要大權獨攬 那麼最後他也就必須得承受所有的壓力 必須得承受所有的怨恨 那從我們的角度 從我們的反共民主陣營的角度 這是一件好事 過去反共那難度很大 因為共產黨是一個九千萬人的團體 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那現在呢 中共體制內部已經沒有共同的利益了 已經他們之間的裂痕 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已經大於了 利益的共同體 在這種情況下 反共就沒有那麼大的難度了 因為反習就可以反共 而反習呢 不僅僅是民間可以反 實際上中共體制內的那一批人呢 他更願意反 習倒了 中共也就倒了 大家想一想 那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呢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講呢 全民反抗的國內小氣候也就成熟了 從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這兩方面來分析呢 大的形勢現在是已經具備了 但是呢這個臨界點到底在哪一年 哪一個月哪一天出現呢 那我們真是沒有辦法完全確定 那怎麼辦呢 那就要試了 機會不是等過來的 機會是嘗試出來的 機會是創造出來的 大家只要明白大形勢已經到了 那麼這個時候就應當勇於去嘗試 勇於去創造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們海外這個團隊啊 接受國內88位民主同道的委託 在海外啊 創建這麼一個全民共振的平台 就是要持續的向大家傳佈這樣的一個消息 實際到了 現在各個階層的各個地區的有志之士 所有的群體性事件的 所有的這個維權的群體 所有群體性事件的組織者和苦幹的參與者 大家都要意識到現在大形勢到了 大家現在可以開始準備了 大家要把力量聯合起來 要把行動的頻率調到一致 這樣子就可以全國聯動 讓我們選一個同樣的時間 讓我們選少數的地點 把各個階層各個地區的力量 都能夠連成一條線 能夠大家一起出擊 那這個成功的關鍵呢 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這個信息的 大家這個信息的傳播的廣度 信息傳播的越廣 也就是說加入這個約定的人就越多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約定 說約定我們在同一個時間 在少數個地點 大家一起來行動 接受到這個信息的人越多 加入到這個約定的人也就越多 加入到這個行動的人越多 行動的人越多 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我們必須做現實主義者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接受到信息的人不太多 那不太多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出擊 我們就不拉橫幅 不喊口號 簡單的圍觀 當人數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當我們一次一次的這樣嘗試 接受到信息的人數 不斷的增長 增長到一定程度 那麼我們就勇於出擊 我們就把這個散步 變成一場街頭革命的起點 這是一次宣傳公式 所以希望大家接到這個信息的朋友 要在安全的情況下 盡量的傳播 傳播的人數越多 我天就亮得越快 中共就倒得越快 我們實現民主的那一天 就來得越快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